绿油油的山坡空了一大块相当突兀 仔细看黄土色的地表被整理成一阶一阶 全都用来种生姜 但这原本都是珍贵可斗科植物的原始林 却被成租人铲除开挖成赖厘头 一根根看似不浅眼的木材 遭到业者砍伐后运走卖出 但这其实是被列入红皮书的栗木 台东县达仁湘山区被台湾生态学会 调查是全国核豆科物种密度 和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但被间农场承租后 不仅没做水土保持违法使用 明明申请五点八八公顷 空照图一看却使用十三点八公顷 开挖超出八点五公顷 这里去年才因为违反水土保持 被开罚三十万但还是不为所动 开出百万罚单 山坡替重石升腔 每公顷成本大约一百二十万 产值约两百五十万 一公顷收益就有一百三十万 光是中江总收益就破一千五百万 但为了利润破坏台湾世界级生态 学者也希望三官单位赶紧想办法共同守护 华世新闻陈军黄瑞玲 销售台东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